早晨,阳光明媚 在家户户,前院都打理得很漂亮 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气 早晨,太阳照射下的我们这个社区街道 特别的安静,这家邻居要上班去了 今天把前院的这些杂草清 这么多的枯枝,萝叶 这种植物的墨叶太多了 就干枯了 看着连一半都没清理完呢 箱子已经满了 下次再清理 只是把这个树下的一些枯叶弄完了 前面那么多 前面还有好多 看这个底下 这因为浇水太少,所以非常的干 底下的叶子全干枯了 我知道加州缺水 所以我尽量少浇水 保证这些植物不被干死 即使这样,你看都已经干的 像这棵树以前这个季节都是绿绿的 而且呢,会开满了鲜花 现在都成这个样子 以前我们有这个灌溉系统 因为弄坏了再没用 手动浇水有时候就会忘记 有时候也是为了省水 就浇的很少 你看这些植物也干的 一半叶子都泼了 天热,太阳有多毒辣呢 把这个多种植物的叶片都给烧焦了 你看这个 顶端的这个黑色就是被太阳烤焦了 看我们前院这棵树上结了这个果实 前段时间是开花了 后来结了这么多的果实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呀 能不能吃呢 我尝了一下,色色的 有一股草味 草的味道 是不是还没成熟呢 有哪位朋友知道 这是什么树 或者结的什么果 可以告诉我 这有两棵树 这边的这棵就没有开花 也没有结果 现在感觉院子种的满满当当的 不想再种任何东西了 户里这些东西也挺麻烦的 杂草要除 有些蔬菜要剪汁 还是要给它搭这个竿子 哎呀,我现在不喜欢赶这些活了 现在真的越来越不喜欢了 你看这些公司一样也快老化了 是不是应该把它要拔掉了 哎呀,院子的工作很多呀 你看我这个葡萄也长不好了 叶子越来越少了 那几串葡萄也好像不行了 我也懒得再学习怎么把它种好了 原来就不是特别擅长这些 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些 只不过就是那个把院子呢 展得好看一点 现在已经目的达到了 已经目的达到了 院子也确实被填满了 就这样了 不想再多花精力 只有这个南瓜 我种的比较好 每年都能吃很多的 但是我先生又不爱吃 这百香果 也不怎么管它 倒还结了不少 其他的真的不想再弄它 又费时间又费水 现在就让它们随意去长它 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这棵荔枝树 也不开花 也不结果 两年了 苹果树去年结了五个果子 今年还比较多 1 2 3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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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12 3 15 还有1 16 6 今年结了16个苹果 茄子才结了这么一个小茄子 上面那么多花 茄子去年种的就不怎么好 这还有一个有两个小茄子 不知道能不能长大 地里采了这些芹菜 今天准备下午芹菜炒猪肉片 今天准备下午芹菜炒猪肉片 OK 大枽头上烤凉了变苦 辣腾 我 beneficial 燥! 享好好吃 perk bed freely 我围过来和我睡在一起 一个在胸前 一个在脚底 特别是小银 现在不敢独自睡觉 如果没有人在身边的话 他会跑到沙发底下去 他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为了让他有安全感 我这两天都躺在沙发上睡无觉 你睡没了 睡没了 睡了好久好久 肚子也睡饿了 该吃点东西了 小白也睡没了 小白还想睡 睡了好长的一个觉 拜拜 hungry 今天给他们喂的这个罐装食物 小家伙都爱吃这个 现在嘴是吃掉了 猫粮不爱吃了 天呐 在抢哥哥的吃的来了 天呐 每个都没吃完你要抢他的 太霸道了 他与哥哥的有什么比重不同 实际上是一样的 吃饱了没 你吃饱了没 好吧 看小白可以吃他的 小白可以吃他的东西 好 哥哥吃你的去了 吃饱了 睡好了 开始玩了 小白总是让着这个小妹妹 但这个小妹妹总是喜欢偷偷的来突袭他 在他出不及防时 他也很精明 偷袭一下 就可以跑 好